Hello,我是你们的静老师,那么今天呢,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首都大飞机带来的一个危害,首颜呢,年数越久呢,拖的时间越长呢,然后我们情况也会越来越运动,那最明显的是什么呢,就是在我们新生物馆当中,比如说时间是不是越来越短了,一二三就买单了,那么印度呢,也会越来越长,之前博企的印度啊,就像黄瓜一样,坚挺无比,现在呢,就像博伦皮的香蕉,或者说是像豆腐一样,或者说是中途皮软, 那或者说很难剥体,是不是这种情况呢,我们前面有没有这种困扰,如果这有的话,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点赞,收藏,关注起来,第二呢,就是我们的弟弟这个大小的尺寸和我们的年龄相差的比较大,什么意思呢,就是在你二十岁的时候,你感觉自己的弟弟,就是在剥体来的时候,精品无比的同时,小小打小弄起来,也是特别有感觉的,你发现自从你打飞机了之后,就是扭而久之之后,你会发现上面部的含连体的这个血管缩水呢, 然后呢,就是以前博起来,现在博起来,之前比如说有这么长,那现在的话就是变小了,是吗,钉钉萎缩了,这是尺寸在变小,第三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神意识力比较薄弱,就是集中力也不集中了,很多人甚去啊,就是感觉青春伟一样,就是很多打电梯打久了都会这个样子,第四个呢,就是面色发黄,内分泌失调, 如果说你有以上四种症状,或者如果说你想增大增出,想延长时间啊,想修复,我们这个海绵体收拾啊,想让你的时间越来越长,一定要去主页,找到我哦 重要的方法 大家可以过去误哦 重要的方法 是